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來講 接下來的2024年3月3日 星期日沙田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 包攬場合買鐵三角 先和大家買三隻馬匹 至於我們買到的場合 就會是這場的第二場 這場第二場是我們的四班 草里比加爾蘭1200米的賽事 今場馬上 都是一些比較多馬的場合 大家可以看到 今場馬也有14隻馬匹 非常多馬 這麼多馬的場合 到底我們會買到哪三隻呢 而且這一場馬 到底哪些馬才有實力呢 我們一起仔細看看 首先我們先看看 今場馬有近跡的馬匹 今場馬其實有些馬 真的挺有近跡 挺有態的 那在說的是哪些呢 那在說的是 就像這些三號的 御有長驅 這些御有長驅 最近已經是跑了第一回來的 成績相當好 你論近跡 基本上這隻馬是全場近跡最好的馬 對嗎 對嗎 最近 在這場馬上 沒有一匹馬是能夠贏的 唯獨是他 所以說 這隻馬最近這麼厲害 能夠贏得到 接下來這一場值不值得來對買呢 我們先和大家來對看吧 那這隻御有長驅 其實最近贏馬的那一場呢 就在說跑那些沙田草里千二米的四分賽事 那當時用阿星仔來騎 那就跑了第一 那我們可以看看 星仔當時是怎樣騎他 怎樣跑第一 那這隻御有長驅上場 就排了個四檔來跑的 四檔 即是說這裏是黃衫 黃衫 黃帽 紅色戰爪之左 大家看看他怎樣跑 那這隻馬 上場頭段時間都盡量搶的了 總之就是 按前一點來跑 盡量按前一點來跑 那你會看到上場多快馬搶的 有1 2 3 4 5 有5 6匹馬是說要搶要走的了 那這隻御有長驅仍然是說 選擇去到搶 總之跟別人鬥搶 幸好就是說 他的前速夠快 都是說最終能夠搶到前來走的 那在第三第四位 那不過就真的有很多馬 拍著他來鬥 那這隻馬 一直都有很多馬拍著他來鬥 在這場馬上面 那去到轉彎六百多米的時間 你會看到其實他在那些 大約三四位的位置 就一直被人塞住了 不能夠是說看空的 你會看到他真的 他真的找了一段時間 頭側側的 剛剛才看不到 這隻馬 星仔跑到頭側側的 左側右側的 因為真的要找位 前面的直鏡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位 左側右側的 一直都沒有位 找位 找了一輪 才說 再給他在外面這個位 這條跑線 三疊了這個位置 來看空再衝 你會看到他看空的時候 已經是210米 是吧 所以這隻馬上將 比較持法力 比較持望空 但是居然 他最終都能夠 殺到 上來 以一個勁勢 殺到 上來 將裡面的馬 和外面那隻 是完全廣告的 穿插這樣上來 都能夠贏得 贏得相當輕鬆 贏第二名那隻馬 已經是整個馬位了 初出贏第二名那隻馬 一有四分之一個馬位 我認為這隻馬是相當厲害的 這隻羽友場區真的相當厲害 看他上將的表現 因為他贏得的馬 其實都不差 叫做得心之羽 福星 金古齊星 輝煌精英 常常感恩這些 其實這隻馬 我覺得都不弱的 老實說 都是一些草了很久的馬 很多隻都是想搏殺的馬 居然就是說 被這隻羽友場區 一初出 就已經是 砌下了他們 每隻想搏 每隻未保重的 每隻想搏 但都不夠這隻羽友場區 來砌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隻羽友場區 真的有這麼少的實力 很明顯看到 他上場跑沙田祖的 千二四分是可以的 接下來跑回 相同路程和場地 跑回沙田祖的四分 一半千二米 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仍然是有機會 這些馬 根本就完全是 不能夠看小的 這次你會看到 他操練都相當之積極的 那 星仔是很重視他的 你看到嗎 星仔是經常性坐上去的 基本上 我覺得他的心態就是 難得撿到一隻好馬 這次真的要 下足力 下足力和他操 下足力和他跑 這樣 看得到 他是 相當重視這隻馬 所以我覺得 這次由星仔來到他騎 跑回 贏過馬的路程 和場地 可以繼續試一試 雖然說 排九檔 那個九檔好像 不是那麼好 其實 說真的 你十四隻馬 排九檔也不是那麼好 好 這件事是知道的 但是我覺得這隻 魚有長驅 其實他前足夠快 他前足夠快 今場馬 沒什麼馬走的情況下 其實他仍然是說 能夠 放在這三四位 來跑的 我認為他 所以其實九檔就九檔 九檔劣檔 換賠率 反而就更好 這次打完王牌 那 先試一下他 希望他就是 贏完 之後再出 仍然說 有一個好的成績 這些馬隨時是超新鮮 來的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選分這隻三號 的魚有長驅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 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剛剛先選了一隻 最近有賽積 有狀態的馬 而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 其實這隻馬 相對來說是比較懶 最近都百幾倍 八幾倍的懶馬 還要看他 賽積 好像 沒什麼 因為這隻馬 其實都跑了很多場 但是 很多場 他都贏不到 那 說的是哪一隻呢 其實今次 我們第二隻想試的 就是這隻 四號 金晉升 這些懶馬 來對駁 為什麼會買他呢 我們先來看這隻 金晉升的賽積 這隻 這隻 金晉升的賽積 正如剛剛宣說 他在今季 跑了很多場 但是 仍然都贏不到的馬 不要說贏不到 其實是頭三都沒有進過 這隻馬 頭三都沒有進過 還要最近的賠率 懶得抽筋 一百一十倍 一百零五倍 一百零五倍 一百零八倍 但是 為什麼我們仍然會選這支 金晉升 來對他買呢 是不是 我們可以先來對他 看看這隻 金晉升最近的表現 看看他的第五 如何跑出來 看看他如何輸 金晉升上將 排著劣當 十二檔來對他跑 就是說 最出 最外面的那隻 才是他 這隻 黃三 紅色戰爪 就知道了 大家看看他如何跑 這隻 金晉升上將 排著劣當 來跑 所以 你會看到 他的頭段被人頂 頂到最出最外跌 所以 唯有留後 留到最後 在很被動的位置 來跑 你說他跑到這麼被動 是否著數呢 其實很明顯 就比較吃虧 因為你看得到 他這隻馬 金晉升 距離頭馬 都差不多十個馬威開外 都被人拉遠一點 都被人走掉 所以 其實你跑到這麼被動 就 真的 不是說 那麼好 但是 你看看 這隻金晉升 去到轉彎 入直路的時候 是怎樣 這隻金晉升 去到轉彎 入直路的時候 還有二百多米 他在這麼被動的位置 居然 都是說 有兩步 最終是說 衝得很厲害 左片右片 殺上來 跑到第五 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隻金晉升 原來是說 有相當的 但這場馬 說真的 都比較利於 擺前走的馬 你看到 頭三名回來的 都是側前走的馬 其實前面的 是比較好 而這隻金晉升 在這麼後 這個位置 最後二百 其實他還沒有擺正堂 前面還有馬 擋住他 其實騎士 還沒有擺正堂 又要移來移去 這樣 還未真正是說 車下去 現在 他騙完一輪 騎士才真正 車下去 這隻馬 現在才開始車 現在有位望空 你看 哇 這個勢大佬 厲害到 湧上來 這隻馬 是會湧上來的 左片右片 搞這麼久 才擺正堂太 都能夠湧上來 跑到第五 所以我認為這隻馬 其實最近的表現 是不差的 這隻馬 那個狀態是越來越好 我認為他 其實你看他的成績 都知道 他最初 今季季初的時候 都跑到第八 第十三 他是漸漸跑到最近的第五 是不是 這隻馬 根本上 還要看得到 他上將 都是說 開始有衝勢 有走勢 我覺得這些馬 其實可以說 是看緊的 雖然說懶 過百倍馬 但其實是 不能夠忽略的 過百倍馬 這些馬 畢竟 最近他對著 那些對手都很強 是吧 標壇精英 天開心知道 長勝 旋風飛影 這隻馬不弱 標壇精英 這隻馬多少 今季三邊 三邊 是第四 賽職很好 好得不得了 天開心 這也是 今季三邊 三邊 一個第二 也是很好賽職 所以 金晉升上將 輸給他們 是正常的 而且 人家 是說 擺前走 對他贏的 所以上將很明顯 是說 很理會擺前走的馬 這隻金晉升 被人帶了這麼多 最後 仍然能夠湧上來 所以他算是厲害 對著強組 不弱的對手 基本上最近幾場 他都對著強組 這場 你看看 跑第七幾個 對著很有心得 美麗第一 正喜清淨 有財有勢 這馬根本不弱 很有心得 這馬幾勝 四勝 贏完再贏 根本上 1月31號 他就贏了 再出 去到一班都會贏 所以你說 這隻金晉升 是不是連續好幾場 對著強組 根本他對著強組 跑的 最近兩場 接下來這一場就不同了 接下來這一場的對手 哇 弱了很多了 什麼太陽升 東方飛影 這些馬 總之這些馬 不是 跟他那些 上兩仗 對著的對手 真的差很遠 因為始終 金晉 他好處的地方 就是他降班 是吧 這隻馬 原來還是有得降班的 就說 之前 連續兩場 對著三班的強組 但是這次 就降班倒 降到沙田組 這四分千二米 降一班 嘛 評分好處 那麼多 你也不要說這隻馬 在另一場沒有威脅 是吧 這次還要特地 趁這隻馬 有走勢之後 就強配布民 強配布民 上去 其實賀然很流行 是被好馬 報民來騎的 是被他來贏的 這次居然說 一落班 立即找報民上去 還要排著五檔 來跑 所以我相信這些馬 隨時是保重的 絕對保重隔離 一落班即贏都不出騎 所以這次我們第二隻 會選的馬匹 就想拼懶 試一試 那四號的金晉升 來買回來 好了 說完金場馬 我們頭兩隻會選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好 我們第三隻會選的馬匹是哪一隻呢 其實就想選擇 由薛恩騎的馬匹 即是這隻九號的信心星 那為什麼這次會選到這隻信心星呢 是吧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信心星的賽事 這隻信心星呢 其實今季已經跑了兩場的賽事 而這兩場的賽事呢 其實他的成績不是特別好的 因為跑了兩次 但也未能夠贏到馬匹 只不過是跑第五、第三 這樣而已 還要這隻馬匹率相對來說 都比較懶一點 35倍、26倍這樣 是吧? 賠率都偏懶的 有機可見 何宅騎馬是有三十幾倍的 是吧? 人家華張一哥 經常姓騎馬 騎親的馬 都是熱門的 是吧? 所以 你見到何宅騎馬 也有35倍 所以你也知道這隻馬 是比較懶一點的馬匹 這隻馬 又懶 最近都贏不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選他呢? 我可以先來看看這隻信心星 上將到底是怎樣發揮 這隻信心星 上將爬了十二檔 烈檔來跑 這裡的這一隻 就是他 黃衣 綠帽 紅色天主之外 左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這隻馬 上將爬了十二檔 烈檔的關係 所以頭段 你看得到 他都比較吃虧 一直都要走著三疊 四疊 左右的位置 是吧? 賠得很膠關的 這隻馬賠得這麼膠關 已經很明顯不著數了 你腳程都賠了這麼多 試問你怎麼跑 是吧? 更何況他還要這麼被動 被動到這樣 大佬 現在在尾椅的位置 你猜這場馬 你在尾椅的位置 好跑嗎? 其實你看看頭馬和他的距離 他差不多已經被人帶來了 七至八個馬位 其實是被人帶掉了非常之遠 所以很明顯這場馬 他是不好跑的 你再看時間就知道 這場馬都是一些比較 五萬步速的賽事 萬步速完全不來追 是吧? 根本上就真的完全不來追 是吧? 這場馬被標準時 都慢了0.65秒 慢了這麼多 啊? 市民真的怎麼跑呢? 但是居然 你看到轉彎入直路 這隻信心性 儘管 拼到出去 八九十疊的位置 都仍然是說 能夠湧倒上來 跑到過第三 當這隻馬馬 一擺成堂太 之後 騎士一打邊砌下去 其實是很小的 雖然說 剛剛左撇右撇 但是 當他撇完之後 擺成堂太 騎士一擺下去 這隻馬 是說湧倒上來 跑到第三 所以這隻信心性 最近的表現 其實是說 不差的 是吧?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 都是一些越跑越進步 越來越好的馬 這些馬 基本上 不能夠忽略 那麼 方家帕 養到他 也是說不錯的 那麼 越操越fit 你看得到 他的操練 都是做得相當之多 相當之積極的 那麼 這些馬 操得這麼積極 那麼 接下來這一場再出 我覺得他有權 是說 保重的 因為始終 他上將對著的對手 都不弱 你看回 上將他吃著的慢步速 湧倒上來 居然說 對著詹士德 這些馬 你看回 詹士德 這匹馬 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 今季 是不斷贏的馬 所以 是絕對不弱的馬 而他 純粹是輸給詹士德 和讓外高飛 能夠跑到第三 我覺得這隻信心性 都有了 雖然說 贏不了 但是 其實他 近跡是不差的 這隻馬真的很有狀態 這隻馬 接下來 還要說 放到蝕恩上去 我覺得其實 更好 因為始終 蝕恩騎 這些後上馬 一向的表現 都是說 不錯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蝕恩之前 在香港拆騎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他騎的後上馬 是很會幫他找位 儘管 前面有一大堆馬 塞住了他 阻礙到他 也好 蝕恩居然說 能夠跟他左穿又插 找到位置 塞上來跑到第一 經常性都是這樣的 蝕恩是一個走位 不錯的騎士 尤其是騎後上馬 所以我覺得這些後上馬 其實比他騎 是適合的 何況今次這隻馬 不需要 就是怎樣 排著劣蕩 上將就說 排12蕩是底 這次你排過7蕩 排7蕩 基本上好跑很多 基本上真的好跑很多 你是能夠 在那些八九位來跑的 不需要留到那麼後 去到那些十一十二位 你十一十二位 始終你真的被動 再加上你吃了萬步粗 很難追 接下來 如果形勢就得回他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 是有資格贏馬的 真的有資格保重 他可能是5-3-1這樣上 真的會跳上去的 這些馬 你越來越好的 怎麼會 你排除不了他這樣 是贏馬的 所以我覺得 這批信心聲 在這一場 蕩恩騎 真的要選擇 更何況 蕩恩和方家帕 這兩個人 其實老有鬼鬼的 這對騎連 我覺得是要注意的 因為 如果你有留意 之前蕩恩在香港跑馬的時候 哪位練馬才是經常支持他的話 你會發現到是方家帕的 方家帕是經常送些好馬 給蕩恩來贏的 所以這對騎連 是一對贏馬的組合 更何況 方家帕也是一個重情義的人 經常有些騎士回來香港 他就送些好馬給他 莫雷拉 莫雷拉一回來 方家帕就送些好馬給他 蕩恩也不例外 蕩恩一回來 他就送些好馬 所以不排除這隻馬 他是一隻想保重的馬 想靠蕩恩 贏馬的馬 這次還要打完黃牌 所以我想選擇 所以第三隻會選擇 其實是想選擇這隻9號的 信心升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三匹馬之後 就來對抗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買到的彩池 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彩池 用這個彩池去買回 我們剛剛提及到的那三匹馬 就可以了 用一個鐵三角 護宣的方式去買回他們 這次就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也不妨試一試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 希望大家一齊贏錢 我們祝大家 贏多一點 今條片就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